地藏七道场管理制度 地藏七道场是清静庄严的实修道场 打七提倡以遵守五届实善为基础 以消除业障为重点 以西方净土为归宿 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 特制定以下制度 一、参加打七人员应该主动出示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爱国爱教 不谈论政治方面话题 二、地藏七道场是弘扬佛教基础修行方法的道场 以打七作为主要弘法方式 不利排位 不替他人做超度法事 三、打七期间以吃素、诵经、忏悔、放生、行善、念佛为修行内容 不掺杂其他法门 务必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修行功课 请珍惜时间 在与家中报平安之后 尽量将手机置于静音状态 以求收摄身心 精进修行 四、在道场请勿讨论法门高低 请勿谈论其他道场 恭敬尊重出家师傅 五、守护身口意 言于律己 谨慎言行 明白因果 不发表与学习修行无关言论 请勿宣扬个人之见 以避免对其他同修产生误导 六、禁止在道场显示神通和附体 七、在佛堂注重礼仪 注意坐姿跪姿端正庄严 尽佛堂务必穿戴整洁 避免种种不敬不雅言行 八、请勿在佛堂、楼道、餐厅、宿舍 大声喧哗 九、同修间应互相恭敬、观照、谦让、关爱 共同营造清静和和的修行环境 十、晚上应按时吸灯休息 请勿闲聊以免影响他人 十一、吸服是基本修养 爱惜道场设施 爱惜粮食 节约水电 杜绝浪费 十二、道场采取封闭式管理 打期期间若无紧急突发状况 请勿擅自离开道场 十三、打期请提前电话报名 若未报名或与报名信息不符者 不予接待 十四、未尽事宜 请听从管理人员安排 不服从道场管理的人员 请自行离开